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对你个人适合 那么我们再看横板的如果反手好的运动员都可以发这个横板 就是你的反手比正手好或者反手跟正手均衡的 这反手很有自信的 多学这个逆向摩擦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那这节我们就讲那个逆向摩擦的技巧 第一个我们说发逆向摩擦 手腕手指啊 这个幅度的大小啊 直接关心了你的球的旋转 如果你的手腕手指的幅度很小 那发出来的这个球肯定是不转的 这个幅度要大 手指要能够抠得住球盘 那个手指我走进去就抠住球盘 像阴的爪子一样扣住 扣住抓紧扣住 这个时候当你合到身体的力量的时候 这个就好 所以说在发立向摩擦 大家发的不转的时候 多去把这个手腕的幅度啊 多练习 多练大一点 这个手腕的幅度 这样子就转了 多练习这个幅度 得有的是这样子 这样碰上去 它肯定不转 它没手腕嘛 你看它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说你手腕大一点 幅度大一点 力量足一点 那平时可以这样子去练 都在这里空的地方去练 把这个挥拍的速度大 这个 不光是大 而只要要学会把力量集中 这个大完了以后集中 这两点大家要注意 而不是过去都是 这样子碰过去有什么用 一定要大 第二点我们讲 发立向摩擦 身体很重要 有些人去发的时候 当我们看一下 波尔去发这个球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 它有身体的带动 有很多人去学 逆向摩擦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 没身体的带动 这样子发出来的球啊 它就肯定是不会很转 知道吧 那么的话 我们在抛球 抛球过程当中 身体的作用 一定能够压得进去 这个位置 一定能够压下去 它这样子会 才会产生旋转 而不是碰过去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啊 不是我知道碰过去 我一定要学会身体的力量 这是身体的力量 第三个我们讲出球的高度 发立向摩擦 跟我们平常是这种摩擦 是越低越好发 但立向摩擦 你发到低的时候 这肯定是借不上力 所以说发立向摩擦的话 最好的是 比我们平常是正常发球的点 稍微要高 一定要在这些位置出 如果到了这些位置 第一个碰不掉球 第二个身体的发力也不对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力向摩擦不好往前 整个力量不好往前 那稍微低一点的话 就很容易丢 发出去很容易丢 所以说我们发的时候 最好的这个点 高的点先发 由高的点往下压 那么握拍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拍间 这个充分的把整个手腕 能够打开 大家看一下 高的点往下压 对吧 在这个高的点 出球的点要高 第四点 立向摩擦的合力 合力是什么 这个垂直过下来的力量 跟身体的这个力量 这个点 合在一起 这个力量就出来了 你不要这个合不上力 就松的 一定等它的这个 坠下来的时候 这个身体一起合上力量 要注意合这个力 你看 这合上力了 这没合上力 你看 全部只是靠手 慢一点 在慢慢发的时候 慢一点 合上力 把整个力量 合上去 这球就快又转 好 这些立向摩擦 大家在发的时候 要注意这几点 那应该来讲 你的越发 就越转 越发就越转 而不是碰啊 或者说合不上力 或者手腕的幅度 不会过大 那么这节 我们就会 讲到这个位置 立向摩擦 相信 大家能够在 对这个 乒乓球的理解上 可能会有一些 颠覆性的想法 为什么那么高 为什么不低 这其实都是有道理的 平衡我发的 击球点这么低 那么在打立向摩擦 我也发这么低 行不行 肯定不行 是吧 这也是我们 这些人教学 摸索出来的 在哪个点合适 是吧 在哪个时间 怎么合力合适 接触球的时候 立向摩擦 还有一个 接触球的 上下旋 为什么张继科 发的上旋那么转 下旋那么转 因为他的手腕 太灵活了 他能够勾到里面 又能够勾到外面 他的这个手腕的力量 跟这个伸展的幅度大 我们平常时可能 到这个幅度 但是他到这个幅度 他就能够勾到这里 能够把整个力量 积到球的底部 又能勾到右侧部 他是 发这个球 比我们业余球 没过人之处 或者比很多人 发这个球的过人之处 好 这节目 我们说立向摩擦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明镜谢观看 wij今天 感谢观看